中華職棒今天晚上在屏東棒球場上演原相大戰 兩隊先發洋投合力演出了一場精彩的投手戰 最後拉米哥桃園靠著當家第四棒林洪玉 在七局上敲出了洋春炮奠定勝機 中場以2比0玩風兄弟也終止了相對最近的五連勝 比較放下心了 對 就是我先看這一球打到了忠祐萬野 拉米哥當家球星林志勝 開賽首大席就用二雷安大跟所有球迷說 我的額頭很硬 被球K到休息一晚就沒事啦 大師兄發揮超人精神前一晚受傷 結果在屏東球場對上中信兄弟 還是堅持帶上上陣 不過大師兄的二雷安大 並沒有幫拉米哥攻下分數 因為向對先發洋投克蘭頓 維持來台以後的好手感 雖然三陣不多 但壓制力卻相當夠水準 暴力源打線也縮水 變成小猴子打線 兄弟先發投手有一套 拉米哥這邊先發藍斯佛也很威 對上金礦火燙的中信兄弟 藍斯佛完全沒在怕 竹投七局只被敲出四隻領袭安打 送出五張老K50分 兩隊仰投表現可圈可墊 前六局雙方都沒有辦法約累持一步 對 投手的體力消耗也滿大 不過這一球一百分 比賽轉列點出現在七局上 桃園守名打者林鴻鈺 向中英科外角偏低的訴求 大榜一揮小白球飛向油外野 一去不回頭 就只楊春炮打破兩隊0比0的僵局 小胖敲出本季第十六轟 追上隊友林志盛在全聯打排行榜上 並列第二名 拉米哥藍斯佛投完七局退場後 接手的兩位牛棚投手合力守成 再加上桃園在九局上 靠著相對失誤以及余德龍的三雷安打 再添一分保險分 中場桃園就以2比0玩風下半季狂向 藍斯佛拿下領先全聯盟的第十一勝 黃山軍最近的五連勝也劃下句點 雨點TV 蔚廚綜合報導